大盘低开高走 后市行情如何应对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在11月26日 也就是上周五 新病毒引发市场恐慌 欧美股是集体大跌 所有人对于A股周一的走势都充满了担忧 但是发哥在盘前给到大家信心 目前A股正在走独立行情 虽然受到外围利空影响会有低开 但是低开之后更多的是机会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上证指数的走势 在今天上证指数早盘低开近1% 随后震荡拉高 五盘之后有所回落 但是目前整个市场也只跌0.35% 对比港股走势 可以发现目前A股的走势是非常强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涨的板块 主要是航天航空电池医疗器械 军工板块今天有护盘的动作 并且出现了一个反暴走势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可以适当的偏乐观 电池板块只是我们的新能源方向 像今天严护梯 链电池甚至风电都出现了一定的拉升 然后就是医疗器械 主要就是和疫情相关的这些概念股 像生物医药 医疗器械 甚至新冠检测都是出现了大幅的高开 但是这些板块在找盘冲高之后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些板块短线的机会上已经不是很大 当然与之相反的就是受到疫情影响利空的这些板块 像酒店及旅游 餐饮及服务以及机场航运都是出现了大跌 好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16分 两市的成交量已经超过了万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上一个交易式有略微的放量 我们预计今天两市的总成交量在11500亿到12000亿之间 好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从上证指数日线图当中首先发个要给大家确定一下结构 大盘在3448点之后正在走正当反弹行情 并且我们把接下来的行情划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3448到前期的吃高点3525 我们称之为超跌反弹 这一阶段主要是确立行情的反转 然后是3525点高点进行一个回踩确认 之后大概率会展开廉前的加速上涨行情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上证指数仍然是处于第一阶段 并且是处于第一阶段当中的四浪整理 具体的走势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30分钟图 从上证指数30分钟图当中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第一阶段的反弹 大家可以看到3448到3550这是第一浪 3550回调的这几个交易式是第二浪 之后冲击3600点是第三浪 目前正在走四浪整理 四浪整理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说到主要就是回踩30分钟级别的半连线 但是因为有疫情的利空影响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黄金坑 但是下跌之后马上拉回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是看好上证指数 在30分钟级别的半连线和连线附近展开反弹走出第五浪上涨 所以对于上半周发哥认为这个位置大概率会出现行情的反转 但目前我们主要关注就是上证指数如何去回补上方的这个跳空缺口 只有在上半周完成这个缺口的回补 那么这个五浪上涨才会如期展开 好指数分析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板块就是跟今天疫情相关的医疗机械 这个板块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提到出现了高位放量调整 所以这个位置大概率会是短线的一个高点 但是因为疫情的刺激这个板块在今天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对于目前的走势发哥认为短期的话调整的风险仍然较大 并且上方也看到了是前面的套牢板区域 所以这个板块在操作上可以在拉高之后逢高减仓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板块军工 军工板块今天是出现了探底反弹 并且收出了一个放量大阳线 那么军工板块今天为什么会上涨 发哥认为主要是护盘的作用 我们知道护盘的力量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大金融、军工和医疗 那么今天军工板块很明显充当了这个角色 那么军工板块今天收出大阳线之后 后市行情是否就继续看好了 发哥认为目前来讲的话 军工板块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 并没有去完美的站上前期的高点 所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拉高之后仍然需要控制仓位 对于军工板块 目前我们不看空 但是短线上的调整风险仍然偏大 所以且战且退的思路继续执行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刀片电池 刀片电池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指数重新站上了50均线 并且创出了新高 那么从这里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MCD快慢线再度出现了零轴之上的金叉 所以短线上这个板块有机会继续维持强势 那么可以适当的看一看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证券 证券板块今天是出现了跳空低开 并且目前它是收在了一个低点 板块跌幅达到1.2% 我们知道这一波行情 证券板块就是行情的发动机 那么证券板块在这个位置还能不能行 还有没有机会 我想这是大多数股友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证券板块再度逼进了短线的支撑位 所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低系的机会是相对较明显的 证券板块在11月确立到低点 目前MCD快慢线虽然还在零轴 但是目前还是一个金叉状态 并且有望向零轴上方延伸 所以这个板块法国认为机会仍然是大于风险 仍然看好证券板块走出第三波上涨行情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风能 风能板块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大阳线 我们可以看到风能板块从10月份开始走出了一波震荡上涨 在前面遭遇前期高点的压力出现了短线的震荡整理 并且短线的震荡整理回调的最低位置也是在前面这个平台之上 所以风能板块的走势是比较稳健的 那么在今天出现这样一个放量大阳线 很明显主力资金正在急剧实力去突破前期高点 法国认为风能板块是一个中线可以持续看好的方向 目前来讲的话仍然执行低息策略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猪肉 猪肉板块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 从短期均线来看目前是拐头向下 所以短线上是有压力的 但是从中期走势来讲的话 猪肉板块从8月之后 总体来讲是呈现了一个震荡上涨的走势 并且在近期虽然短期近几周都在调整 但是其调整并没有超出前面两根大阳线之类 所以猪肉板块近期的调整实际上它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猪肉板块在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 法国认为猪肉板块目前主要关注两个支撑点 第一个支撑点就是前面大阳线的底部 也就是今天的低点 另一个就是六十均线的位置 猪肉板块要不然在前面大阳线底部出现拐点 然后展开反弹 要不然就会在六十均线展开反弹 总体来讲对于猪肉板块发个维持看好 并且看好猪肉板块后面去突破连线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个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